高雄左營萬年祭至今已經有20年歷史了 不只有燒火師祈福的儀式 周邊還有好多攤位可以逛 是每年萬眾矚目的地方盛市 但是考量到疫情的因素 高雄市府宣布今年活動停辦 讓附近商家還有攤商 少了一筆生意可以做 不過在屏東東港鷹王的活動 最後一天則是非常熱鬧囉 攤商卯足全力比平常準備了多兩倍的料 迎接客人上門 要彌補疫情期間的損失 鞭炮四射 火師在廟房人員互送下入廟安座 場面熱鬧滾滾 這是過去高雄左營萬年祭的繁榮盛況 攤位前人潮急爆 儘管疫情逐漸趨緩 但今年仍然決定停辦 今年疫情的關係 然後我們就停辦 這個部分我們事先都有跟我們的廟宇 還有這邊的一個商家對一個溝通 萬年祭每年十月在蓮池潭舉辦 從2001年開辦至今已經有20年歷史 結合宗教慶典燒火師祈福消災 成為高雄特色活動 以往六月就開始籌備 考量疫情因素才決定停辦 今年的蓮池潭看不到萬年祭 熱鬧景象顯得格外冷清 反觀屏東東正在舉辦的鷹王平安祭 網船繞進地下信徒為觀 東港鷹王最後一天 攤販把握機會準備比平常多兩倍的料 迎接客人上門生意強強棍 疫情趨緩民眾把握週末除外放風提升買氣 碳上口袋鑽飽飽和萬年祭相比也形成兩樣勤 據了高雄屏東綜合報導